9月5日 吴正宇的14岁儿子吴飞曼欠诊新冠 沐坚正在家中休养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吴飞曼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 前天我就确诊了 因为他累了就没有发动态 前几天我一直吃粥 然后我今天问医生 结果他说我肉面饭都可以吃 那我吃了几天的粥怎么办 可怜的孩子连吃几天粥 硬是连肉都不敢碰 难怪会碰配上各种崩溃的表情包 而且由于他确诊后 所以他没有完全康复的时候 他是不可以出门上学的 现在也是能好好的在家中休养 他也是调皮的表示 14天去不了学校 功课肯定一大堆 吴飞曼此前还在社交平台上 调康老爸吴正宇 称其为吴正宇 不久前在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上 吴正宇再一次陪跑 一看未获奖 随后儿子吴飞曼也是无情的朝风老爸 趁老爸获得最佳陪跑和最佳冷门奖 可见父子关系有多好了 最后也祝吴飞曼好好休养 早日康复 回到学校继续完成学业 对子你怎么看呢